美国半导体协会的主席兼执行长纽佛 上礼拜来到台湾 你礼拜四就参加他的参会 你讲了一个把我吓死了 他说纽佛在这个会里面讲说 他说美国花了两年的时间 来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取代台湾 就是因为美国是真的有研究 要不要弃台吗 有没有研究说 有没有地方可以取代台湾吗 他是发现没有地方可以取代台湾 所以美国就撩下去了 军备也来了 武器也来了 还要扶植台湾的军工库 而且那事实上这两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跟他 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美国半导体协会的这个主席 他就跟我们讲 他说过去一段时间 在美国 那他是半导体协会 他说他在家里面 说他是半导体公司 没有人知道说他在干什么 但是现在在美国 那美国一般人 他也知道半导体是什么东西 他们也可以讲上一两句这个东西 所以告诉你 他们也意识到了半导体非常重要 那过去他说 其实华盛顿并不是那么了解这件事情 但是呢 因为后来拜登上台 不是要他们做研究吗 是调查说清楚 到底现在美国的状况怎么样 就他们发现到说 欸 台湾很重要 那台湾很重要的时候 他想说那有没有地方可以取代台湾 他们经过了两三年的研究之后 认为说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取代台湾 他讲了一个数据 他说目前为止 他美国厂没有错 台积电去 很多人就说 哎呦 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对啊 还在上那了吗 他说台积电去美国 只有两万片的越产能 但是事实上现在台积电有 大概七十五万到八十万的越产 这个根本是小物件 然后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 他说这个你能取代什么 根本没有办法 然后他说他们也去南韩考察过 大家很多地方都考察过 他们找过南韩 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一个结论就是 只能够依赖台积电 没有 别无办法 他说十年内大概没有办法 改善目前这个区别 所以他们就 他们为什么会一直不断来台湾调查 甚至为什么美国要做这个晶片 美国做这个晶片法 事实上是为了美国心安 他根本也没办法 他说要提升竞争力 他说美国自己本身都没有办法 那这几天的时候不是很好玩的吗 这个所谓的高通的老板被问到说 那你过来要不要用英特尔 他说英特尔应该是没有办法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整个美国 他都已经很清楚 没有办法 他只能够靠台湾 所以他为什么 我就想 难怪他也要派这个所谓的 士官兵来台湾训练了 要再派卖武器来台湾了 对于台湾来讲 不能丢了 所以你看拜登不是讲了非常多次 越讲越强硬吗 所以事实上 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包括说你看 美台三位不是就讲了吗 我们这个台湾的 包括说美国200个军官 有陆军的 有空军海军的 来台湾做陆军的整个调整 然后包括海军跟空军 全部再重新盘整 甚至他们 从2017年18年开始 他们就有很多国防单位人员 跟我们互相合作 甚至5月初的时候 他们国防部的国防25个包商 就要来台湾嘛 这些其实都是安排好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 没有所谓的弃台 他不可能去弃台 他只是说想办法支援你 当然在他能够支援的范围里面 去支援你的重要 这是目前美国的这个概况 也就跟他讲的 从川普的时代里面 美中的对抗 已经进入那个休息底的陷阱 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来解除了 美中就是对抗 要争取世界霸主 争取世界霸主的时候 我要抢一个东西 我要抢半导体 半导体的时候就研究 那台湾这个棋 是可丢还是不可丢 台湾这个棋 到底可不可以替代 他们就要花了两年的时间 来研究 而且还说一个 我跟他说 那请问 你们现在在跟这个中国 中国在做这个对抗 那你们华盛顿的态度是什么 他说经过他们的研究 是认为说 华盛顿那一边 有一个政客的想法是 没有任何底线 就是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绝 都有可能会做 他们说 我是说现在已经很绝了 还会再做吗 他说没办法 美国现在的政治氛围 就是如此 一定会把中国杀到屁股尿流 因为这是一个霸权之争 所以这个霸权之争 你没有刚刚讲到的 美国精英就讲到了 你要把 为什么要打造台湾的武器库 他说 因为你在台湾生产 你在台湾制造 比我卖武器给你更有效 所以你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军工会大厂 所以要研究这边 好 另外一个 我们知道 美国现在到底 对中国态度怎么样 你看从这件事情就知道 现在美国在密西根州 这个地方 他们一个小镇 叫这个格林特许镇 附近为止来说 现在很多居民 全部在抗议 为什么 这很有意思 因为为什么 因为密西根的州长 是民主党的州长 叫惠特梅尔 他就说 我上台我要增加 密西根州的工作机会 所以 拜登不是在鼓励说 这个电动车的电池 很多来这边设厂吗 他去找到了 中国的国宣高科 国宣高科是中国 大概排行第四名左右 这个电动车的电池 那后面的股东 是Volkswagen 也就是说 事实际上 他到美国投资 是Volkswagen要求 这个国宣高科 我们一起到这边投资 就当他在密西根州 这个地方投资 然后他说 我要投资24亿美金 大手笔 过去美国 当然很欢迎 这怎么可能会反对呢 而且可以招来 约莫是 2350个工作机会 但是因为 因为州政府 你要给他一些诱因嘛 州政府就给他补贴 大概约莫 7.15美金的 左右的这个补贴 就没想到 这件事情引起 目前当地人的抗议 他们抗议什么 你有2000多个工作机会 你居然不要 结果他们抗议就说 我们不喜欢让中国厂商来 你说不是华盛顿 不是 连那个刚刚讲的 这些地方的人士 都这么巧 对他们说什么 他们就说 你看这个州长还说 你看我为这边 吸引这么多 结果没想到 当地人反正就是 他们抗议的事件 密西根的当地人 他们就说 我们现在不是 跟中国在敌对关系吗 那你为了这样 你还补贴一个敌对国家 他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才说 这就是一个 美国的政治分威 反正是从上到下的共识 所以现在可能你看 前一阵子不是宁德实战 要去美国跟福特吗 那他还定了弹书就是什么 他决定说宁德实战区 你去美国设厂OK 但是你觉得不能够 拿美国的补助 所以你说到现在美国 是尖闭轻眼的这个样子 现在是地方 是他们地方人士 是这样子在抗议 宁可不要工作机会 也要跟你中国杀 所以他说这个氛围其实是 我们可能在台湾 没有感觉到这样 他就跟我说 华盛顿那边 是真的非常非常 肃杀的一个气氛 所以你在那个参会里面 你就深刻感到 美中对抗那种激烈 那种肃杀 那种你死我活 他说美国人觉得很奇怪 怎么到了台湾 没有这种感觉 对 他就说 其实他们好像没有那种感觉 他觉得在美国还比较担心 而且美国现在的态度 是慢慢趋向一致 就是他是说 不论民主党共和党 都是这样子想 那所以呢 事实上最近一段生意是一样 美国现在追杀中国的话 他除了在追杀中国企业之外 他要追杀一个 就是说因为我们要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会有非常多海外人士 他是这个可能是公安 或是可能在当地人 他就这个他要做什么 他其实是这个中国的 这个算是公务人员 他跑到美国去 他可能在美国伪装 比如说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或是他一个上班族 但他在那边控制什么 他在那边控制桥社 就所有的华侨啦 所有的在那边的中国人 他要说 你可能譬如说刘宝洁 你真的住在美国中国 你们在那边讲这个 跟反对中国的话 他们会在网路上去搜查 所以他们讲说 中国居然在海外设了警察局 这些有公安身份 大家看人民警察证 人民警察证 根本就穿了中国人 那个公安的制服 这些人居然跑到美国 在美国去设战 设战了以后 去监控中国人 对 那看美国查获 要起诉34个人 那他们怎么做呢 具体的方式 他们就在美国去 然后就用推特的账号 然后可能用很多手机 就类似我们网军 然后就在网路上面控制你的所有言论 比如说你要讲到什么关键字眼 比如讲到什么六四 他们就把它断掉 他们在美国 你连在美国都可以断 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 就等于是美国就认为说 你这个等于是 你在我们美国执行 你们这个 在国内执行警察业务 所以美国还破获这个 所以美国现在是等于是 他连这个 他对于你 对于我们美国的渗透 他现在都要抓得非常仔细 所以来说 从这些蛛丝 你就看得出来 中美之间的对抗绝对不是 不是那种所谓 我们说什么请客吃饭 他们绝对会杀到底 那杀到底的时候 台湾当然 我觉得面临的就是 没有所谓的两边讨好这种事情 台湾是绝对要选一边站 好 所以董事长 刚才讲的 美国半导体协会主席 纽伯来到台湾 事从拆上这个拆会 他就跟你讲 他们是真的很认识去研究 我跟美国在对抗的时候 我有什么样的筹码 我中间要抢夺什么东西 有哪些东西是非要不可的 有哪些是可以取代的 原来台湾 你是有可能被选择的 你有可能去被取代的 就是花了两年的时间 台湾没有得取代 也难怪 这两年 我就奇怪 这两年 台湾的军备 要什么有什么 军备要什么有什么 跟台湾无法取代 这两件事情 并不直接的关系 第一个我请问你很简单 拜登政府真的是花了两年 才发现台湾无可取代吗 应该不是吧 他应该早就知道 早就知道 没有不知道情况之下 他怎么敢去用国会通过 晶片法案去封锁中国 一定是因为台湾无法取代 然后台湾他掌握住了 他的这个晶片法案 才能够通过 才敢杀下去 他敢去杀下去 他不把这个刀准备好 他敢杀吗 所以他早就知道台湾无法取代 反过来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那中共知不知道台湾无法取代 当然也知道 那中共会怎么办 那你要拿台湾来杀我 那我不是 那我台湾无法取代 你台湾不能丢对不对 你刚刚讲台湾不能丢嘛 那我台湾怎么能够不能 怎么能够不抢回来呢 所以我台湾无法取代 变兵家必成之地 当然不是兵家必成之地 我非要拿回不可 不是 你无法取代你来搞我 那我要不要把他抢回来搞你呢 同样这个道理嘛 对不对 所以中共也不能够丢掉台湾 它也要掌握台湾嘛 所以这两个台湾变成一个 两边要互相要争夺的一个 你刚刚讲的兵家必成之地 对 那两边都不会让啊 对不对 那两边都要出手 你刚刚讲的很好啊 那现在我们的军火什么 统统来了对不对 那他老公干什么 老公的飞机天天来啊 那三东舰也来了 那怎么办 那不是说要卡住吗 所以这个问题啊 台湾无法取代的结果 变得兵家必成之地 我要讲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啊 就是今天这个晶片 则是无法取代是事实 然后现在美国人多坏 美国用台湾的晶片技术 卡住了中国对不对 那卡住中国 中国会面对什么样的结果 什么样的下场 我告诉你 它整个国家的经济产业的进步 会因而延后迟缓 对不对 对 迟缓最少五年以上 我们看来就是五年以上 就是它成龙换鸟 它经济 因为它现在经济 要开始成长的 全世界都知道 到这种国家 到这种收入时候 一定要有它的 所谓的技术含量 要加强 才有可能提升嘛 它现在问题不可能了嘛 不可能要怎么办呢 它又回到了它的原来的 你看到没有 所以习近平就公开干老美嘛 公开干老美 就回到了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当时跟赫鲁雪夫 为什么搞翻掉 苏修政策嘛 为什么叫苏修 因为赫鲁雪夫认为说 他跟美国的斗争来讲的话 要有分寸嘛 他不能乱干 所以原来普丁很有分寸 原来跟普丁你看还跟美国 还维持一定的关系 现在普丁像我全面翻脸 那毛泽东当年跟这个赫鲁雪夫 提出什么点子你知道吗 他把核子弹丢到美国去 他就直接干美国 他就跟美国干了 把资本主义干垮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所以全世界最仇恨美国的是 哪个国家 中国吗 当然是中国 中国最恨美国 而且最恨美国的中国领袖是谁呢 这习近平嘛 他跟老毛一样啊 对 对不对 现在你去找第二个 普丁有真的很恨美国吗 没有吗 没有 开始没有嘛 现在恨了 现在挨打变恨了嘛 你找不到全世界有第二个像 包括你连北韩啊 包括你连非洲啊 所有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 这个伊朗啊 都没有一个像中国那么恨美国的 这种国家 因为他要干嘛 他要争霸 对啊 他要挑战美国的霸权 他要重新 重新重塑世界的新的秩序 对 这才是他要的东西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边绝对的冲突啊 那所以台湾在这里面 就给他 台湾就弄了一个 他要命的东西啊 就是半导体了 把你害死了 那害死老共的这个命 老共的命就被我们 控制在我们手上 台积电就要他的老命嘛 那他怎么会放过我们呢 所以他不会放过我们嘛 那老美也不会放过我们嘛 那我们在中间 还有多少可以混的空间 我是不知道 刚刚师聪讲了嘛 我们要选边站嘛 选边站 选边站要怎么样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 要跟老共干 对不对 我们要跟老共 要有买军火 打到底 杀到底 是不是我们现在 唯一的选项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我们赖清德总统 候选人的想法 也是我们要准备跟共产党 决一使战呢 我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另外我看到印度发展 把我吓死了 以前我都觉得 印度是一个落后的地方 它的行政效率非常的低 还有它各省各省 语言不通 然后又很难交流 它的人民又不像中国一样 我就拼命地赚钱 可是它现在 印度真的已经可以 取代中国了吗 现在美国逼着 要把中国的供应链 给逼出来 已经成真了 印度要取代中国 其实有一段非常长的路 因为印度这个国家 它有一个非常坏的制度 就是它的总性制度的遗毒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是选举的方式 但是它这个对阶级的问题 充满了这个 里面的阶级的矛盾 非常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 印度人非常爱国 印度人非常爱印度 你知道吧 印度人爱国 非常爱国 所以你要任何人 印度的既得利益者 它的家族等等都分地盘 分很多利益 它很多的 它是因为它有阶级嘛 对不对 所以有钱人跟没钱人 根本是完全是 不同世界 生活是不同的世界里面 所以它这些 有钱人干什么 有钱人很简单啊 你开放市场 开放iPhone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给你 这个中国人做 为什么要给你台积电做 为什么要给你这个 富士康做 我也要产业卡 对不对 所以你要跟印度人做生意 有个最麻烦的事情 就是说 它的印度本身的产业 它很烂 对 但是你要跟它合作 所以这就是印度问题 过去20年 对 它的产业不能进步 果主不全的主要原因在这里 因为它飞一杯羹 它要飞一杯羹 它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国有产业 印度最痛恨是哪个国家 很简单 中国 当然中国 为什么痛恨中国 因为巴基斯坦嘛 对 巴基斯坦有核武是谁搞的 中国给的 中国给的嘛 所以他们没有解嘛 那没有解的事情 那印度有两手策略 一边是跟俄国 跟俄罗斯两好 一边跟美国两好 那现在这两个国家来讲的话 都要讨好印度啊 所以印度一定是在这里面 得到极大利益的国家 那刚好目的现在的方式 开放的政策 等等有进步非常多 但是外资的投资的方便性 仍然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如果要同时来看的话 你不能只看印度 还有东南亚的很多国家 甚至于比印度还要更开放 他的投资的门槛 更自由 比中国自由 比印度更自由 越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国家 你看布林肯很简单 他北京拒绝他去 他马上去哪里 去越南 他去越南 去越南被羞辱 他坐在那边 跟越南的外交部长 住在一起的时候 后面的国旗 只有越南国旗 没有美国国旗 他坐上去 坐上去 现在美国的一个国家 我们要巴着想要见的 美国的国务卿 见不到 他到越南去的时候 坐到一个 坐到那个会议室里面 没有美国国旗 他坐上坐在那边 所以这高子 到了矮子 屋檐底下不得不低头 我们下集见 都有